七个欺骗死神活下来的人 克雷格 克雷格是一名具有丰富经验的跳伞运动员 当他和往常一样与搭档表演复杂的跳伞动作的时候 他的降落伞竟然无法打开了 克雷格只能以144千米每小时的速度掉落 就在大家都以为克雷格必死无疑的时候 他竟然活了下来 原来克雷格掉到了葡萄架上 葡萄架下面还有松软的泥土 所以克雷格并没有摔死 克雷格认为是上帝拯救了他 于是更加虔诚了 本 本由于残疾坐上了轮椅 一天本的母亲推着本出来买菜 就顺手把本放到了一辆大车的前面 但是大车的司机根本看不到前面轮椅和坐在轮椅上的本 于是司机开车后把前面的本一起推着前进了 直到本被推出6.5公里之后 大车司机才在路人的阻止下停了下来 让人们不敢相信的是本居然毫发无伤 当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一艘沉没的船之后 他们进入船中进行探索 没想到船中竟然还有一个大活人 实际上这艘船刚刚沉没不朽 这名男子因为在浴室中而侥幸存活了下来 船上的其他11名成员全部溺亡 不得不说 这名男子的运气真的是太好了 如果不是恰好有人经过 恐怕不久后他也会死亡 一架从哥本哈根取飞的飞机 被恐怖分子放置在炸弹炸毁 一名女士从被炸碎的飞机上掉落 按理来说从飞机上掉下来是无法存活的 不过这名女士恰好掉在了雪堆上 虽然她摔下来之后全身多处骨折 下半身瘫痪 但是能活着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穆里尼奥 穆里尼奥是一名清洁工 那天他正在打扫摩天大楼 正当他打扫到47楼的时候 支撑他的电缆突然断裂 他就从47楼摔了下去 当时他十分虚弱 没有人敢碰他 等到消防员来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虽然他受了很严重的伤 但是经过治疗后活了下来 连专家都感到很惊讶 马修 马修是一名汉工 当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 衣服不小心卷入了运输金属的机器中 当他感到自己被拉拽的时候 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他知道那个洞口非常小 于是他脱掉了身上的衣服 然而难以置信的是 他竟然通过了那个小洞口 不过全身有多处骨折 在经过六次手术之后 他的身体那些破损的地方 都被修复好了 静养了一段时间后 马修可以像以前一样生活了 不过马修再也不敢进入工厂了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后感吧 请不吝点赞会订阅